莫斯科貨車撞巴士 20人死予60人傷 巴士被貨車藍腰劏開兩折 黑色私家車嬌幸逃過一劫 現場距離俄羅斯首都莫斯科235公里的波多利斯克市 當地週六下午1點 一輛運送碎石貨車失控 高速撞向一輛載滿乘客的巴士 撞擊力很大 巴士和貨車都爛了 殘骸碎片散滿一地 貨車上的碎石倒入巴士車身 令大批乘客被困 內電報道 意外造成至少20人死,超過60人受傷 當局出動於230名救援人員 30架救護車和兩架直升機協助拯救 當局初步調查,懷疑意外 是與46歲的亞美尼亞貨車司機有關 他今年先後六次因為違反交通規例被罰款 目前正展開刑事調查 而俄羅斯全國星期一 本哀悼一日悼念死者